主席今天來是不是要力挺游長沛呢 有信心戰役韓國瑜嗎 會擔心被民眾黨瑕疵嗎 想跟柯文哲合作嗎 笑笑跟大家會笑 民進黨主席 如果請得當選後 第二次來立法院 立法院長由社群跟總調華憲明出來迎接 去參加民進黨團的黨團代會 代表全黨在新國會邊境 我相信未來也許歷史會這樣記載 在所有的總統裡面 最喜歡 最常來立法院的 就是出身立法院的賴清德 我們要新增一下 一個中國的認知作戰 假訊息 如果我們沒有注意 中國的假訊息認知作戰 會把我們辛辛苦苦打出了的成績 都沒有辦法完整的 迅速的給社會大眾知道 有對新科立委股 也說三黨不過半 拜託黨團要到尾心 民進黨在黨團代會 也正式拿名分成費 競爭真正負義中 雖然失去比國民黨比較少 有人認為說比較沒贏民 但是由失去跟割幾槍 也會去拜會民眾黨的黨團 但國民黨三黨確定 也會去拜訪 正出支持 今天有艙配是不是會確定呢 有信心嗎 下午是不是要去拜回民眾黨團 會不會擔心被避失協商 前幾週是要拜訪賢明 過去長期以來 這個只是一個 一個禮貌性拜訪 不是在這裡 已經考驗問完 還要 比試完畢還要再口試 柯文哲啊 他一直就是覺得 你沒有在支持游行 柯文哲的話你會相信嗎 其實柯文哲不懂我的心嘛 全中華民國全英法院 都知道我最知是游行長 新國會想要做營業 民眾黨將來就要賠償 誰贏誰輸誰輸很難說 民視新聞綜合報道